哦哟 这个金灿灿啊 多少有些谎言了 哈喽大家好 我是王王 我的魔王与你分享 今天和大家拆盒分享的魔王 各位小伙伴一定要戴好墨镜 使用布鲁克出品 变形金刚系列 2024年年建金焦湖 在背面是有着简单的内容物展示 包装的质感还是挺上档次的 这次的产品不再是王河 而是这样的一个礼盒形式 内包装可以评凑出一个汽车人的标志 这一次红蜘蛛荣誉汽车人的身份可就实锤了 笔盒当中的五款都是之前发售过的角色 是在部分的零件上进行了调整 所以这次就简单的来去带着大家看一下内容物 首先在说明书上是做出了这种这一的复古风格 角色身上金属色的漆面质感表现出乎意料 并不是我想象当中那种非常俗气非常廉价的金色 而是有着多种不同质感的分色表现 这个小灯一打 明晃晃的还真是贵气十足 首先是晴天柱这里 胸部变成了透明的车窗 上面还有着能源宝的白色花纹刻画 双肩仅有左侧带有标志 一开始以为是中奖了 但是在官图里头它就是这个样子 武器方面金色的大枪和透明的能量斧都是标配 这次新规的灵配件是可以照亮至暗时刻的能源宝 并且附带了一个小底座可以独立展示 在红蜘蛛这里变化并不是很大 手中枪形态的老薇是追加了一个霸天虎的标志 然后就是胸部的驾驶舱变成了透明零件 铁皮这一款的变化和前两款一样 胸前是变成了透明零件 内侧有着机械纹理的细节刻画 玻璃上有着战损的痕迹 非常符合老兵的身份 在配件当中是新增了一个雷达零件 最后两个就是警车和偷斗 变化仅是在核心增加了发光零件 其实要我说 既然都已经不是以盲盒的形式发售了 完全就没有将冷门角色打包的必要了 倒不如直接开幕出一个巨浪 第一台是在原有的基础上 追加了机械纹理的刻线细节 灰条件五个人全都是这样一个黄色的能量晶体 最后就是每个人都附带有的一个能量块 那以上就是本期我们分享的全部内容了 如果喜欢本期视频 记得多多点赞 我是武王王 如果有下期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